苏花公路摊放影响花冬蔬果运输卡关 农友除了要早起采收蔬菜外 还要担心长途运输导致农产品的卖向不佳 而目前台铁紧急启动卡车加挂平车北运机制 而县府农业处也启动了农产品运费补助措施 期盼减少花冬农友的损失 12日的苏花公路大清水隧道摊放双向交通中断 花连北运农产品必须绕远路 台铁即刻启动输果北运机制 捷安向农会总干事张德琪表示 12日供计有8吨的输果已由南回公路北上 入城约寄要12至13小时 凌晨才能抵达台北果菜拍卖市场 而长时间在密闭冷藏车里 就担心卖向不佳影响拍卖价格 提早到12点以前出车 本来我们是2点 但是你12点从这边出去到台北 也要晚上12点了 走哪一条路线 走南回 对 因为上车的路都不能走 就乡行车有限高 乡行车也有限高 因为那个庄横也不能走 南回有南横又更不能走 主要有一条路就是从那个南回 对 南回要差不多12个小时左右 所以要增加变成就是12个小时 对要12个小时 我们现在本来到台北去大概需要 5个小时 本来我们的运输时间是下午2点 2点半开始发车 到台北市场的时间大概是晚上7点半到8点左右 这样子我们的理货员就有充分的时间可以理货 承销员也有充分的时间可以去挑货 那现在因为苏阿公路这个部分断掉 变成说我们要走南回的部分 这个整个车程要当近12到13个小时 所以我们从中午12点出车 到晚上的凌晨12点才能到台北市场 那这样子对我们承销员跟李货员来讲 他们整理的时间就相对少 承销员也没有太多的时间理财 再来这整个密闭空间里面 我们的蔬菜都会影响到卖项 这样子价格影响都非常非常的大 可是这也是不得已的措施 台北以启动农产品输运机制 可洽华联货运服务038337301 而华联县府农业处表示 于交通中断日期至恢复通行期间所增加的运费 可以华联县府树花公路中断农产品运费补助作业程序 及农粮树树花公路中断农产品运费补助作业程序 向县府农业处申请补助 期盼全力减轻农民负担 记者讲报应华联士报导